一包泡麵裡面的吶含量 已經是一天足夠的所有 也就是說你如果 你那一天其他的三餐 都不准有鹽的食物了 沒錯 所以就很高 所以這些垃圾食物 它的共通點大概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 所謂的空熱量不是沒有熱量 是除了熱量之外 沒有其他任何營養成分 任何營養成分都沒有 對 沒有 然後 雞也沒有嗎 也沒有 因為基本上 其實它那種高溫炸過 其實它裡面的蛋白質 或營養成分其實 都幾乎都被破壞了 而且其實它更多的是 其實就是三高 這邊的三高是指 但是纖維比較少 所以我們來看到說 垃圾食物之所以被稱為垃圾食物 一定有它的道理 吃下去有哪一些的危害呢 我們來看一下 垃圾食物對小孩子的危害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 可能會讓小孩子變笨 那這個部分有研究告訴我們嗎 這個當然變笨這件事情 是很難去評估了 因為我們笨的定義 如果實際IQ 當然也很難說 一定是IQ測試這樣 不過我想 熱色食物裡面有一個特點 尤其像這種含糖飲料 或者是零食 它的糖 它的甜很夠對不對 可是它吸收很快 所以這些孩子 剛吃完的時候 它血糖會掉很高 掉很高這段時間 也許感覺乖乖的 因為他剛剛拿到他的獎品 就在外面吃 但是它血糖掉很快 所以你看這些孩子 經過幾個小時 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它的血糖開始往下掉 它就開始飢餓 它就開始躁動 它就開始不專心 所以那時候 營養師都常常跟我們講說 你如果 早上讓你的孩子喝奶茶 那你的孩子在十點的時候 他就開始上 對 他就開始上課就不專心了 這種注意力不集中 不專心 顯然就跟他的學習能力 就會有影響 所以也許這樣就會變笨了 對不對 是 所以早餐的部分 早餐是非常重要 其實應該不是說奶茶不要喝 是指說 這個是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有調查發現 台北市的居民 大概有四個裡面 大概會有一個 是不吃早餐的 對 尤其是小朋友 所以他等於一天只只有兩餐 所以就變成說 他空腹時間很長 他可能從前一天晚餐 到隔一天的中餐 可能空腹時間已經超過十二個小時了 所以其實當然他的血糖等等的 都會影響到他的學習能力 所以其實如果真的比說 早餐不吃跟 你吃三明治配奶茶 那我寧可 你還是吃 三明治配 但是當然如果能選的話 就是像阿姨剛剛講的 牛奶、豆漿絕對會比奶茶好 對 尤其是坊間你在早餐店買的奶茶 那個奶都不是奶 對 你那個奶 其實你說什麼 鈣質 絕對沒有 那個裡面甚至還有很多 糖 是脂肪裝 就是糖跟油 沒錯 好 所以不如就來杯牛奶或豆漿 對 也是比較營養 那在研究當中 是不是也有告訴我們說 有一些色素的食物 對小孩的過動 其實有關聯性對不對 非常有關聯性 其實現在已經有非常多科學家證實 像我們吃的一些那種彩虹糖那一類的 就是顏色很豐富的 尤其是食用色素 比如說紅色、黃色等等 其實對於小朋友的一個過動 學習力不集中 是絕對有關係的 是 對 所以真的是盡量變 如果真的要吃 真的也是要選擇 要一個所選擇 所以阿姨你還是早餐吃的都是 我們早餐都一定在家裡吃好 像他們 像一般來講都是麵包 吐司 有吐司 然後一定可能有顆蛋 如果沒有蛋的話可能是鮪魚或沙拉 或者是說 有時候 它一定都有牛奶 我們家兩個小孩很愛喝牛奶 三餐都可以配牛奶 對 然後有時候會有起司 然後就會變成 比如說我最近買那個墨西哥薄餅 我覺得還滿好用的 就是可能一點肉 火腿或是漢堡肉 然後夾了之後 他們就捲餅然後加生菜 像我女兒很喜歡吃番茄 所以有時候她早餐還會有番茄 有一顆番茄 對 那我是覺得在家裡吃完出去有個好處 還有他們需要老師不准帶早餐去學校 規定的 因為很多小孩去的時候 就把早餐塞在抽屜裡面 然後不吃之後就很髒 對 會有蟑螂 所以他們老師規定不能夠帶早餐進教室 所以他們就變成在家裡面吃好 所以我們家是這樣六點半起床 很早起 那因為你如果七點鐘起床 你叫他們七點鐘就吃早餐 然後七點半去上學 他根本也沒有胃口 他根本吃不下 所以我們家是完全往前提 就六點半起來 那小的就背英文單字 然後大家就做 昨天晚上沒做完的功課 有時候就對昨天的功課 半小時之後 七點鐘 七點十分 大概才吃早餐 是 所以他們就會吃得還滿快的 然後七點半吃完 就直接去學校 好健康的媽媽 我們都會這樣 因為我們上床時間也早 我晚上九點半都睡覺 九點半 對 然後六點半願意起床 六點半起床 剛好九個小時睡得很飽 那十點以前一定睡覺 所以你知道我前幾天 看到我們家鄰居 然後牽了兩個雙胞胎 很小哦 大概五歲多 十點半在外面散步好大聲 我就出去跟他說 小朋友現在早在睡覺了 都在這裡 真的是走到哪裡 都要管到哪裡 你好適合到離角之類的 對 不是 真的 你看五歲半的小 還說五歲年非常重要 八點都該睡了 你身上要戴個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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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反鞋式的要命 的確是小孩早睡一早 鞋也會長得高 因為你知道現在小孩 你下次應該做一集早睡的 因為現在小孩越睡越晚 真的 可是我覺得跟爸媽媽有關 因為爸媽媽在看電視用電腦 對 小朋友真的有事 然後晚睡之後 他隔天早上就起不來 起不來 然後我之前碰過 學校老師跟我抱怨 他說有個小孩 他快瘋了 因為每天都遲到 他都快八點才來 然後每天早餐 都是麥當勞早餐 他媽媽會買一整套麥當勞早餐 可是你知道麥當勞早餐 都會有一杯很大的飲料 不管是紅茶或可樂 然後那小孩每天都會打翻 不是 那個老師就很抓狂說 他說他是快瘦了 遲到他超年都不就來不及 然後又一大杯飲料 然後早餐就在那邊 然後砰 一下撞翻又要手忙腳 亂在擦他那些紅茶 老師就會很生氣這樣 對 這個小孩子皮繃緊一點 可是妳說那是小孩的問題嗎 它其實是大人的問題 他覺得說反正這樣我方便嘛 對 到便利商店或是到那個 就路過 那個車道買一下這樣去上學 可是事實上真的 你都沒有考慮到小孩在學校的狀況 所以像黃醫師 像去看你診的一些小朋友 有沒有就是新陳代謝的問題 然後去找你做看診 其實就像我剛剛講的 很多家長 只怕瘦跟小不怕胖很高 就是怕瘦對不對 對 你知道那些胖的 都是在學校健康檢查被抓出來的 其實小學有減重班 他們不會主動帶他們胖的小孩來 對 這個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觀念 要讓家長知道的 當你覺得你的小孩子體重開始比你身邊的 像這樣的小姐還要重的時候 你就應該知道 這事情不太對勁了 對 所以早餐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們說早餐要吃得好 像皇帝一樣 的確是像我女兒班上的同學 有女兒小二班上的同學 其實吃早餐的真的 還是三分之一人沒吃 對 不然就是在外面 開始吃零食 對 他把零食當早餐 就媽媽給錢嘛 他都沒有買早餐 所以拿去買零食 買去買零食 對 所以黃醫師 因為你的小孩子三歲嘛 他漸漸大 像你們三歲都吃什麼早餐 其實我覺得 我今天講一個就是不只三歲 應該是每一個人 就是從小孩到大人都一樣 不吃最糟 剛剛營養師講 不吃你血糖 就從起床就開始滴滴到中午 很少小孩會忍受得了 這麼長時間滴血糖 所以他們才會去吃零食 因為他們血糖滴 他們餓 所以當你要吃 你一定要吃早餐 吃早餐你血糖才會拉高 這樣你才能夠有活動的能力 可是你如果吃錯早餐 比如說你吃剛剛講的零食 講這些含糖飲料 或者是很就是很精緻的這種 就是很精緻的糖粉 比如說像有些人早餐只吃稀飯 其實如果你沒有配任何蛋白質的話 那稀飯一下就 對 就沒了 一下起來然後就下去了 然後你十點就開始昏了 大家應該都有經驗 如果你早餐吃稀飯 吃個四五碗你就覺得還好 到十點你還是餓 就是這個道理 因為那個稀飯吸收很快 所以你除了澱粉之外 你一定要有蛋白質 最好多一點脂肪跟纖維 像剛剛我們安怡姐她的小孩 她吃她的澱粉 只是外面墨西哥卷餅 可是它裡面有生菜 有蜆蜆 就微微了 這些纖維就進來 然後再一個蛋白質 蛋白質最簡單就是打個蛋 打個蛋 就太簡單了 牛奶也是蛋白質 所以這些東西 會讓你身體裡面的血糖 它在胃裡面不會那麼快就排空 它會稍微慢一點 慢慢穩定的釋放 你的孩子血糖就可以撐到中午了 中午的時候 你再吃一樣類似健康的食物 都無餐 所以孩子的血血也會比較穩定 也不會這樣子感覺很躁動 兩個小孩情緒很穩定 就是不太會有 老師從來沒有反應過 從來上課 比如說要走來走去 或是坐不住或什麼 然後至少就是到中午以前 他們都能夠保持 不會餓到說 到第三節以前 我們都是早上吃不飽 在第三節好想吃便當 他們同學常常會有 第三節就偷偷把 那中午的便當都把它吃光了 也是有 沒有吃早餐就會這樣 是 好 很多的家長想說 其實做一點便通也可以 有一些的糖果 或者是餅乾 說標榜有含鈣 或含牛奶 或是有一些巧克力 什麼什麼的 這種東西真的含有這些鈣 或是需要的營養素嗎 或者是說它的營養價值真的不高 其實大致來講都還是 它還是垃圾食物 只是可能 是哦 對,還是垃圾食物 而且其實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 其實不是說一定小朋友 都不能接觸這些食物 而是說 以不影響正餐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偶爾給它一點 而不是說 就是用這些食物 來取代你的正餐 這樣就有點本末導致了 比如說 如果他正餐真的乖乖的吃 他有時候真的 小朋友活動量比較大 代謝比較好 他真的肚子餓了 那我覺得你偶爾給他一點 我覺得不為過 而且甚至 他想要吃東西的時候 你給他一些食物 其實有時候你給他水果什麼都好 對,水果也有 其實都可以當作一個 很好的點心 OK 像乳酸菌飲料 現在也樣式很多 乳酸菌飲料是有幫助嗎 這這些 我不想 對,有些人真的很誇張 他的生活裡面是沒有水果的 你實際問 比如說那些要來減重 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人 你可能問完三餐之後 你會問他說 你會問他說 那你水果